近日,山西太原 15岁女声称聚买47元水果捞 被骂是小三引发观众 十日晚,不少网友和网红来到涉事摊位围观打卡 还有人扔鸡蛋 小吃街一时间人头攒动 几名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输散人群 视频显示,该水果捞摊位上随处可见破碎的蛋壳 可散落的鸡蛋液,脏万不堪 摊位附近挤满了人群 还有不少主播打卡 视频话外音则说道 点赞破200,直接狗屎对水破他一车 当时任常同学称,商家水果捞9.5元半斤 自己嫌太贵就少要了点 结果商家拿去后台切完回来说要47块 自己嫌贵就没要,把水果放在原地 随后,对方就不让自己走 自己爸爸过来之后,双方就争吵了起来 穿黑衣服的那个人一直指着我骂 还说这是不是你的小三 我朋友第一时间就报警了,别调假 但我希望他们能给我道歉 昨天连道歉都没,我可生气了 十日,太原警方通报此事称 商家刘悦某,北行居五日 刘旭某,刘遍某 分别被罚款500元和300元 女孩父亲长某名被罚款500元